这次我是六月到了川西 正值川西以赖雨季 一路上基本都在下雨 但是让我没有预料到的是 居然还下雪 今晚我们住这里 还是住的是上一次住到酒店 外面下雪了 我得去找个地方 买一件透亮衣服 我们在这里买一点衣服穿 他买了一条裤子加绒在里面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冲锋衣 一共200元钱 第二天一早 起床发现气温直接降到了零下 整个塔工草原也停满了白雪 原本计划好的行程也就取消了 大山先往海拔的地方走走看 过行路桥的时候 这边果然没下雪 而我们下个目的地换到了 四川荷花海 国家森林公园 我们开始在新都桥那边 已经开始晴了 然后过来 这边有下雨了 你好 需要什么 需要交给你清洁片 哦 好了多少钱 我还没清洁片 到了 切下去这是怎么样 挺好的 我们现在得赶快找个地方拍 因为我怕等一下会下雨 荷花海 国家森林公园 海拔在3000米左右 对于大多数徒步者来说 还能接受 我们到了没一会儿 就开始下下了小雨 以为下一会儿就会停 没想到这雨 越下越大 没办法 我们只能先下山 找住的地方 我们现在准备走 现在是五点四十 到下面去住宿 然后明天再来看看 今天是饿了 中午没吃饭 这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和雨都一起了 这没有菜啊 今天是六月十五号 我们来看一看外面下雨了吗 诶 雨有点小停小停了 谢谢 鸡蛋 谢谢 正当我们吃着早饭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好 走吧走吧走吧 快走 我们走咯 好的 拜拜 拜拜 走吧走吧 我们又来了 比我们找的还是有很多呀 看吧 已经开始搭帐篷了 很多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背包至少有三四斤左右 每次拍摄切换镜头也很繁琐 所以 为了让行李更轻便 拍摄的时候更灵活 选择一款又轻又便携的三脚架 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科曼全新灵感威 摄像三脚架 大大的满足了我这两点需求 让我的初行 变得更加轻松自载 柔花海森林公园 里面包含有原始森林和野生动物 温泉 高山湖泊 现代冰川等 有点类似道成的生态结构 不过这里资料人很少 自然环境保护也就更好 月亮湖位于森林公园景居入口 是其中的一个海子 也是最精华的景点 茂盛的森林植被 构成了苍翠 幽森 神秘的绿色泥海景观 寒光银交错 有氧有咸 鹅谷草原有水 雨上间的白云 共同棉浮出一幅 精彩而又灵动的画 只有为了破坏的原始森林 才能有如此的景观 这里 我是强烈推荐你来看一看 房地的村民 也是我游历了这某地方 最质朴 最真诚的一群人 更何况 现在还不收名票 清晨的月亮湖 我们现在准备造车 它这边有 这个面包车可以上莲花湖 本来想着要去徒步莲花湖 但是慢慢想一下 时间不够 然后体力肯定还不行 160来回 好的 我们两个人 现在上山去莲花湖 应该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半个小时吧 我以为你们徒步去了 我以为你们徒步去了 我们赶紧不行了 我们赶紧不行了 对 这是我们专门拿游客的路 你自己修的啊 对 我以为是之前防速修的路的 是 不然的话我们不回收这个钱 你们这里是每年几月份开放啊 4月1号嘛 到11月1号就封门了 这边土步路线我觉得是挺好的 风景很好 从月亮湖到莲花湖 可以选择坐车 也可以选择全程徒步 我们是坐了一段当地人的车 在徒步 这边有温泉 这一路大概有十余处 从我自身的徒步感受来说 风景比我之前所徒步的路线 更加原始自然 生态也更加多样 如果你的体力和时间允许的话 我的建议是全程徒步 这些山间的风 轻轻领动的鸟叫 看看剩下的小花朵 就一路上走走停停 大概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下车后 只走了三十分钟 就到了荷花海 现在我身后就是荷花海 今天还是有点风的 应该晚一点就会有乌雨吧 我猜测啊 荷花海海拔3960米 是走群山环保 森林茂密 湖对面就是犀牛神山 被乌云挡住了 我们也就没人看见神山的全貌 它与荷花海 共同构成了这个高山平湖的自然景观 这个地方 我真的很推荐感兴趣的小伙伴 绝对值得一来 快点快点 我感觉要下雨了 已经开始起雾了 我们现在坐车 下山 下山 鸡子 鸡子 哇 哇 鸡子 太可爱了 哦 它妈在那里 它太小了 我都第一次看到 好 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下一站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 据说是最新网上很火的 公嘎群山观景点 关得几乎 你好 你这边要收费 这边收多少费 多少钱 你们自己开机上去的话 就是一百五 一百五一个车 一百五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是搬车吗 你们是景区吧 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景区吧 是什么 对 这边是我们的景区 啊 有票吗 嗯 就相当于有有什么东西 那怎么怎么办 上面有 还有 你跟他加过联系发钱 嗯 你没有有钱的话 你给他帮他加过联系 好多 哪有钱是吗 是一个人一百 是一百五是吧 对对对 这边是要收费了 现在是 我们已经给钱了 你好 已经给了钱了 已经给了钱了 这个这个是什么 怎么回事 现在怎么做 我们是配什么的 直办的吗 今天是我们直办 但是我已经给钱了 看吧 帅哥 嗯 嗯 我们这边这上面 到了之后 他们有人说是今天直办 他们要找你确认一下 嗯嗯 可以可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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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啊 好的 谢谢 现在就是泥巴路了 哇 你问一下大陆湖 还要好远吗 哎呀 失去哦 哦 好的 看一下这路 这路 所以是网上说很多 很多人说 什么轿车都可以来的 这不行的 这没有四驱是过不去的这路 冲冲 下面 我们已经到了 我的天哪 我们在这里拍点什么 是这样的 前面有五只路的风 它这边很好看到 冲冲雪山这边走的是看不见的 看吧 现在是晚上八点半 我们今晚在车上坐 因为来的时候 上面已经 起雾了 吧 起雲层把 主 把公嘎主峰 遮了 所以我们就 直接就不拍了 就在车上睡觉 早晨起来 上天到处的是雾云密布 雲层压得很矮 预感到今天的天气 不会很好 在观的几乎前面的时候 也没人如愿 观看到最佳位置的公嘎主峰 这边这十字路太难走 全是这种十字路 这次算是 一句不好吧 感觉 没拍到什么东西 但是给你们踩了个点 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们继续往山林上走 希望能拨开成云 见虫山 果然 毫无惊喜 都没有惊喜 还是没人看见公嘎主峰 观得激活 这个网红点 我只能真诚地说 天气不好 不是很推荐大家来的 进了村 就全城泥巴落 娱七小车 根本上不去 死去可以一次 上不去就算了 如果你已经被收去了 几百的过路费 也就只能认栽 让我最心烦的是 当地村民 收费乱象 看菜下跌 这点真的让我后面整个旅程 都很不舒服 体验感也是从未有过的差 是我个人不会再来第二次的地方吗 各位小伙伴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觉得视频还好的话 请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这都很重要 他们不敢过来乱丁卡吗 把两个车子 他们也不敢过 砍也太深了吧 多人都没那么深 我们就引着臭屁走了 我们现在是去第一次模式 好 等我们过来了 你好 怎么了 什么 上面去玩的是吧 对对对 上面去玩的是吧 因为给飞没有交飞没有 交了一人150 为什么他们飞便宜一些 嗯 那我不知道 那我们是150 上不去吗 上不去就上不去 这前面路太烂了 其他车子都上不去 上面可以吧 上面那路 上面也不行 上面那个全是十字路也很差 你们还是回去吧 你们交钱都没有 肯定了你们多少钱 交多少钱 我们150一个人 150一个人 按整去吧 他让我们开车的所有200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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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所以 好 哦 하니까